大家好,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项目 今天是一个数字人说话工具 那么这个项目呢,在之前给大家推荐过 今天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最新版本 它是1.3 我们看一下这个启动呢,是在最下面 这边有个启动程序,点一下 好,这样就出来了 然后这边有个恢复默认 我们来找一个这个例子 这个因为现在数字人这种同类型的项目很多 效果呢,也是各有各的优势 那么这个项目的优势呢 其实它在这个效果方面并不是太明显 它主要是快 然后呢,对资源的占用比较小 咱们来实习看一下 好,我们这边呢,就选一个图片 选一个对应的一个音频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点开始 这些东西呢,保持默认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去修改 它这个速度非常的快 然后对资源的占用呢,非常的小 这是它的一个优势 大家看,4G 很快 这样就完成了啊 打开输出目楼 大家看到了它一个效果啊 它这个效果,如果说仅仅说这个图片 转这个数字人说话效果的话 其实并不是太出色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项目都可以超过它 这是这个图片 但是它这个视频的这个效果呢 我感觉还是不错的啊 我们换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 然后呢,还是这个声音 然后呢,我们来开启一下啊 这个速度呢,同样是非常快 这也是它的优势 好,我们稍等啊 好,跑完了 看一下效果 这个效果我认为还是不错的啊 这个视频直接转数字人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啊 所以说如果大家想使用这个工具的话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你对这个最终的效果要求不是很高 如果你要求很高的话 那么这个项目可能不太适合 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优势呢 就是这个资源占用非常的小 输得也挺快的 然后最后呢 就是只要说你想用的话 那么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视频这种方式 我认为它这个视频这种方式呢 效果还是比较出色的 大家拜拜